到理论金奖九 在正式的上课之前呢 我们也是先来回顾一下 上一节课学到的重点 好来说一下 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学习了三大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注意 一个呢是感觉 一个是知觉 那么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注意 注意是考评最高的 那么在注意当中呢 它有两个内容比较重要 一个呢是注意的分类 还有一个呢就是注意的品质 那咱们可以回顾一下 注意的分类根据有没有目的 可以进行划分 分成了三种类型 好那我来说观念词 大家想一下 这种注意呢强调是没有目的的 不自觉的 不需要一直努力 与突然不由自主有关 叫什么呢 这个典型的叫做无意主义 好的那么再听下一个 这个注意它是强调说 有目的并且需要一直努力 比如说听课学习 这些是什么呢 这个是典型的有意主义 好那么下一种注意 它是从有意主义发展而来的 这种注意呢有目的 但是不需要一直努力 主要是因为对于活动 产生了直接兴趣 或者说达到了熟练系统化的状态 这个所指的就是有意后主义 非常好 这是在分类方面 那么后边又学习了注意的品质 来说一下品质 也是我说关键词大家来想 这个品质强调我们一边一边 同时去做多件事 这个所指的叫什么呢 一边一边同时去做 这个叫做注意的分配 好那如果说指的是我们单位 直接的知觉事物数目的多少 这个叫做什么 与数目有关的 叫做注意的广度 也可以叫做注意的范围 好那么这个强调说 我们能够做一件事之后 主动的把注意从一件事情上 转移到另一件事情上 这个描述的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注意的转移 好那么还有一个呀 是与保持时间有关的 时间长说明它好 时间短说明它不好 提下来什么呢 注意的稳定性 好那么在稳定性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相反的方面 它叫做什么 相反的方面 叫做注意的分散 哎很好 那么记住分散 它指的是被无关刺激所吸引 所以它是被动的 是一种消极的影响 而咱们的转移跟它不同 转移是什么样的呢 想一想 转移应该是主动的 而且是积极的 对它是有利于任务的完成的 这在注意方面考题概率最高的 那咱们后边呢 又学习了一个表重点 就是在知觉里边 学习了知觉的基本特征 在基本特征这个地方 咱们来说一下 那么这个特征啊 强调说从这个对象当中进行一个选择 多中选一 强调对象和背景之间的关系 从背流中去选择 对象与背景的关系 叫做选择性 很好 那如果说强调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呢 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通过部分推断整体 通过整体认识部分 这个描述的叫做整体性 好 那么第三个它所指的说 强调每个人对知识的理解不同 因为大家的知识经验不同 这个所描述叫什么呢 叫做理解性 好 那最后一个强调 外在的条件在变 但是对于事物本身的印象是不变的 这个所描述的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恒常性 很好 好 这是我们知觉的四大基本特征 大家匹配清楚 那昨天我们利用课程 这个前天啊 利用课程最后的一段 给大家讲解了 记忆当中的第一个分类 那个分类呢 在考试当中 考题概率也是挺高的 我们说一下 大家回顾一下 好 那么强调啊 对于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的记忆 叫做什么呢 对于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的记忆 叫什么 叫做形象记忆 哎 非常好 那如果说对于那些概念公式原理的记忆 应该属于什么呢 概念公式原理 这个叫做逻辑记忆 好 那如果说对于自己情绪情感状态的记忆 属于什么呢 情绪情感状态的 哎 应该叫做情绪记忆 好 那如果对于一些动作方面的记忆 这个属于什么呢 属于动作记忆 哎 很好 这是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学到的记忆中的第一个分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进行学习 这些记忆当中的第二个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那来看记忆中的第二个类型 它在考试当中考题概率也是比较高的 大家着重标记 那么在被考时主要做单选题和变析题共同来进行把握 那么单选题怎么考呢 画一下 单选题一般来说就是考察每一种记忆类型 它的保持时间以及容量上的一个对应和匹配 这是单选题特别常见的问法 第二种呢 可能给大家一个例子 问你它体现的应该是哪一种记忆 同学们能够区分 那么变析题怎么考 变析题的话 通常来说呢 第一种考法就是考这个混淆 我把这几个记忆的时间容量给搞混了 这是第一种考法混淆 第二种呢 可能会考察这几个类型 它们的转换关系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涉及到的啊 这个记忆 第二种记忆的分类 它考题的角度着重标记清楚 好 那标记好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学习 那么大家会看到 咱们讲义当中 其实对于这个分类 描述的篇幅是很长的 但是咱们会发现 这里边并不是每一个东西都会考到 所以大家直接把讲义打到123页 我们来看一下考点书里那个表格 直接通过表格来学习 然后表格当中呢 它又包括了保持时间容量 基本特点和编码方式 有多了几个对吧 然后大家把基本特点和编码方式插掉 这两个方面呢 在咱们的教资考试当中 基本上没怎么出到过题目 所以说大家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扣的时候自己看一看 但是我们在课堂上 主要讲的就是时间和容量 这两个方面 好 那标记好之后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记忆是根据什么来分的呢 是根据我们保持时间的长短来进行的划分 那么它可以包括顺时 短时和长时 首先第一种叫做顺时 那顺时我们一看就知道 它就是一瞬间的一种记忆 对吧 它就是非常非常短暂一瞬间的 所以来得快去得也快啊 那么就是在我们的感觉当中 随便登进了一下 它就直接就完事了 所以说这种记忆也被叫做感觉记忆 就跟你的感觉一样 哎 比如碰了一下 有个感觉 然后之后就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来得快去得也快 所以顺时记忆也叫感觉记忆 那么这种记忆 因为它是一瞬间的 所以说它的保持时间很短 大概就是0.25到1秒 注意 最长不超过4到5秒 最长不会超过4到5秒 最长不超过4到5秒 这个大家给它标记清楚 但是绝大部分啊 绝大部分都是在一秒以内 你就是想一下一秒钟能干什么 我可能连一句话没说完 一秒钟就结束了 所以说这个点大家标记清楚啊 保持时间0.25到1秒 时间非常的短暂 那么它的这个容量是比 但是它的容量比较大 在这过程当中呢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 叫做在一瞬间 有一百万种可能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它的容量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大多数都能在 头脑当中记忆很多的现象 只不过咱们保持的时间很短 对 比如说咱们有哪些记忆 属于顺时记忆 或属于感觉记忆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今天走在马路上 然后咱们在路上 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车牌 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广告牌 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在头脑当中 随便的就一闪而过 直接登记一下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会在头脑中登记 所以它的容量是很大的 但是咱们保持的时间很短 它可能登记之后就直接过去了 我就记不住它 所以说咱们试日记 时间非常短暂 但是容量比较大 好 这个地方大家给它标记清楚 这个理解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记忆 这种记忆呢 叫做短时记忆 它的类它也叫做工作记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指的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之中 或说在工作过程当中 能够主要应用到的记忆 就是短时记忆 那么这种记忆它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是在一分钟左右 注意最长是不会超过一分钟的 基本上不超过一分钟 这属于短时记忆 那么短时记忆它的容量是比较大的 容量是有限较大 但是有限 想到是七加减二个组块 这里边我们理解一下 什么叫做组块呢 组块其实是我们头脑当中记忆的一个小箱子 组块啊 就是咱们头脑中记忆的一个小箱子 那经过科学家研究 他们发现 人头脑中用来记忆的箱子只有五到九之间 就每个人头脑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爱因斯坦 还是咱们普通的这个普通人 头脑中的记忆箱子都是五到九个 都是这几个 然后在这五到九个当中 那我们为什么有的人记得多 为什么有的人会记得少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箱子的分配有关 对 比如说我们在记电话号码时 有的人呢是一个箱子里边放一个数字 那我最多只能记住九个数字 但有的人他是一个箱子里边放三个数字 有的人一个箱子里边放五个数字 所以他记的东西就变多了 所以说在心理学家研究 说每个人头脑中记忆的组块数量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想记得多就要扩大组块内部的容量 我们把每个小箱子里边都放点知识 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记的时候 记的东西就会变多 虽然讲是七加加二个组块 那么这个数字在考试当中 他的考题概率是非常高的 大家给他着重标记 考试时他经常就问你 哎我们是容量是多少 记住五到九之间或七加加二个组块 这两种表达方式都是准确的 这个需要训练可以通过后天训练的 比如说我们同学们可以学习一些记忆的方法 从而呢扩大咱们组块内部容量 这个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和培养的 好这是咱们第二种短时记忆 就短时记忆它的时间是很短的 大概在一分钟左右 不会超过一分钟 容量是七加加二个组块 那咱们生活中有哪些记忆属于短时记忆呢 比如说咱们刚才有同学举的例子 说老师说了马上要考试了 然后呢我们翻 把书打开随便进入一个单词 考完试就忘了 这是一种短时记忆 哎对再比如说记电话号码 记电话号码 哎我记了一串电话号码 但是打完电话我就忘了 也属于一种短时记忆 再比如说同学举的例子非常好 叫同声传译 咱们说同声传译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人啊再给咱们说英语 然后呢再由一个人把它翻译成为中文 翻译成为中文 这个就属于同声传译 那注意同声传译 它肯定是一种短时记忆 因为我们需要对于这个英语在头脑中做进行加工 哎对它进行加工进行翻译 然后把它变成中文 这个是一个有一个加工处理的过程 而且这个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一秒钟 所以它属于典型的短时记 大家可以把这个同声传译的例子记到讲义的旁边 好这是咱们的第二种类型 那么第三种呢叫做常识记 好常识保持时间是在一分钟以上 就说它的时间非常长 可能是一分钟以上 可能是一天 可能是一个月 可能呢也是一辈子都不忘 这都是一种常识 只要是一分钟以上的都算常识 然后它的这个容量呢属于什么呢 是容量很大 而且是无限的 就说咱们大脑当中是能记很多很多东西的 比如说有学者就研究啊 说咱们人脑的容量 是可以一生当中啊 一个人人脑可以容纳五亿本图书 一个人一生当中大脑里边可以容纳五亿本图书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咱们同学其实对每个人大脑都是差不多的 那同学们其实对自己要有信心 教资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啊 其实就是小小case肯定能够背下来 所以大家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保存的常识记忆里边它的容量是非常大 非常无限的 大家现在可能觉得没背下来 只不过我们开发还不够啊 那我们再继续开发给它都记住就行 好这是我们涉及到的常识记忆 那常识记忆当中有哪些常见的例子呢 这个就很好举了 比如说我仍然能够记得小时候妈妈给我做的一个什么什么事 或者说我仍然能够记得 比如说上一个月我买了个什么东西 这种呢只要超过一分钟以上的记忆 都指的是一种常识记忆 大家给它标记清楚就行 好所以说那这三种记忆我们给大家区分清楚了 掌握它们各自的保持时间和具体的容量 那么容量解释好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看大家区分的怎样 好请听第一道题 说今天呀我在上班的路上坐了一个地铁 那么地铁当中啊有着很多很多人 这些人都在我的头脑中随便登记了一下 那么这属于什么记忆呢 爱属于顺时记忆非常好 那么在这么多人当中呢有一个人 我发现他是一个大帅哥 爱长得非常帅又高又帅 然后呢身材特别好 然后呢我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就啊大概记住了他的长相 是什么爱进入到了短时记忆 那么这个地铁知识第二种 那大家会发现咱们顺时变成短时 是需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呢 就是注意爱是注意 好那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只是刚刚记住了他的长相 过了一会儿可能过了几十秒我就忘记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为了想起他长什么样 为了给我的闺蜜描述 我就多看他几遍 然后给他的长相长久的保存在了头脑当中 这属于什么爱属于长时记 所以大家发现那短时进入到长时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进行复数爱需要进行复数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就掌握好了 咱们三种记忆的转换关系 顺时变短时是进行注意 短时变长时是进行复数 好的大家给他匹配清楚就行 好那总体上对于咱们的这个分类是到这儿 这个分类我们怎么去把握再强调一下 第一个是单向选择题 给大家一个例子 咱们知道他到底是哪一种记忆的形式就行 那么第二种呢是给大家时间和容量 让我们去选择到底什么记忆 比如说这种记忆它的容量是7加减2个组块 第二这个题下是什么记忆呢 大家想一想7加减2个组块的应该就是短时 非常好那变形题的话 刚才说了有两种考法 第一种呢是考察混淆 请听听这个题我这么说 我说啊长时记忆它的保持时间 是在一分钟左右不会超过一分钟 这个说法对还是错 是错的 他描述的应该是短时记忆 好的这是混淆角度 第二种考法是考他们之间的转换关系 比如这个题我这么说 我说短时记忆变成长时记忆 它的关系转换是进行多加注意 这个说法对还是错 短时变长时是多加注意 是错的 顺时变短时是注意 短时变长时是进行复述 非常好 好的这些考题的形式我们说完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剩下的几种记忆类型 第三个他所描述的 是信息加工和存储的内容上进行划分 它包括了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注意这种记忆相对来说考题概率就比较低 我们能够区分做单选题 掌握好常见的例子就可以 好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种呢叫做陈述性记忆 什么叫陈述性记忆呢标记好 他主要是对于那种陈述性知识的记忆 他对于陈述性知识的记忆 那同众会想那什么叫做陈述性知识呢 不好 他指的是 是什么的知识 陈述性的知识对指的就是 是什么知识 比如说我能够记住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爱托书的概念也可以啊 比如说三角形 是这个由三条线段组成的封闭图形 这也属于陈述性记忆 所以陈述性记忆就记忆东西 什么是什么 属于陈述性记忆 好那么第二种呢叫做陈述性记忆 它是什么呢 它是对于那种陈述性知识的记忆 对于陈述性知识的记忆 那同众会想老师 什么叫陈述性知识呢 他所指的是怎么做的知识 哎对非常好强调怎么做的知识 比如说我还记得怎么去开车 我记得怎么打篮球 哎我记得怎么去跳广场舞 这种呢就属于程序性记忆 所以这是我们第三种分类 比较简单 大家给它匹配清楚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我举例子 大家判断一下 请听第一道题 说我能够记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这属于什么记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哎属于陈述性题 好的 那比如说我记得一个舞蹈怎么跳 这属于什么呢 舞蹈怎么跳 属于爱程序性记 非常简单 好第三个类型我们讲到这 再来看一下第四个分类 根据记忆过程 意识参与的程度进行划分 那么它可以包括两种形式 一种是外显记忆 一种是内眼记忆 咱们说一下 这个外显记忆什么呢 就说呀 咱们这个记忆 它是有目的的 是有意识的 哎是有目的 是有意识的一种记忆 比如说 咱们同学每天下课去备简答题 那么这种呢 就是典型的外显记忆 哎你是有着明确的目的 需要一时参与来完成的 这是典型的爱外显记忆 那什么造的内隐记呢 指的就是说是一种无意识的 哎就是我无意之中就把它记住了 就是一种内隐记忆 对潜移梦幻记住了 那么比如说常见的 同学们可能经常喜欢看一些什么美剧呀 英剧呀 对吧 那么这些看这些外国电视剧的时候呢 就无意之中记住了几个英文单词 哎 那么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内隐记忆 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无意之中 哎记住的就是一种内隐记忆 好的 这两种记忆 这个也是非常好区分的 大家通过常见的例子 给大家匹配清楚就行 好的 那以上这些我们就把记忆的类型全部讲完了 接下来咱们做题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道题 说苏菲想给王老师打电话 却没有电话号码 学院同学呢随机拨通了电话 通话结束之后 他便忘记了电话号码 那么苏菲对电话号码的记忆属于什么 这个题应该选的啥 哎选择C 叫短时记忆 因为你看苏菲他什么 是通话结束之后他忘的 说明他的保持时间 哎已经怎么样已经超过了一秒钟 对 有的人可能一秒钟都不完 虽然是典型的短时记忆非常好 那我们生活中有人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一个电话号码拨一遍 拨一个电话号码 我可能看四五遍 那那种呢就是顺时 但是呢 像这个苏菲同学的话 他是直接拨通了 这是一种短时记忆的体现 好 第一题选新 第二题 说短时记 像长时记忆转化的条件是想像 这个说法 准对还是错 是想像 哎肯定是错的 咱们说了 短时像长时应该是进行复数 进行复数 总的说 这个复数和注意什么呢 比如说咱们讲课说 哎老师我跟大家说 这个是重点 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就是引起你的注意 这是注意 那什么是复数呢 就是我让大家 反复的去背诵 反复的去看 反复的去讲 反复的去学 这是复数 对 所以复数的强调反复多次的 而注意只是说 哎引起你的注意 我留意一下 这就是一种注意的体现 所以大家把这几个 稍微区分清楚啊 在我们在做题过程当中 看好 它的转换关系 一定不要搞混了 好 这就是我们对于整个 记忆的类型说到这儿 咱们再强调一下 记忆的类型 集合着我们上一次课讲的 它包括了四种分类 第一个按照内容 第二个按照保持时间 第三个是心一加拱存储的方式 第四个是意识的参与程度 在这四种当中呢 考题概率比较高的 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 尤其是第二个分类 考题概率最高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分类它的一些时间和容量 做好对应 以及掌握它们的转换关系 好的 那整体上对于记忆的类型 我们找到这儿 接下来咱们往后边来看第三个内容 这个里边它所描述的是记忆的过程 来说一下记忆的过程 这个过程部分呢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 目前考题概率是比较低的 在二四年上半年 刚刚考过一道单项选择题 所以呢我们在二四年下半年 再考的概率不是特别高 因此我们仍然是做一个单选题 去把握它去理解即可 来看记忆的过程可以有三种 包括先是进行实际 然后再保持 然后再回忆和再认 首先第一步 我们在记忆最开始 一定是看的实际它 对吧 所以说实际是咱们整个记忆的开端 是我们获得个体经验的过程 那么光实际还是不够 我还要把它保存在头脑当中 不能忘 所以说呢 接下来要进什么 保持 所以这是咱们记忆的第二个环节 那么保持结束之后呢 我们还要怎么样提取它去应用它 所以说第三个环节 就是回忆和再认 那么在这里边呢 大家需要区分这两个名词 做单选题去把握 什么叫做回忆 大家画一下 它指的是事物不在眼前 我能够把它想起来 这个属于的是回忆 比如说我让同学们现在想一想 你高中班主任长什么样 这个就属于的是回忆 不在眼前能够想起来的 那什么叫在认呢 在认指的是事物在眼前 我能够把它认出来 这个呢叫做在认 比如说我今天走在大街上 那么我就看到了一个人 我认出来 他是我的高中班主任 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在认 最大匹配好回忆是不在眼前能够想起来 在认是在眼前能够认出来 最大匹配清楚 那同学们可以想想 比如说我们平时啊 参考一下我们考试的题型 大家想如果说我们这道题是考一道简答题的话 大家觉得这是是回忆还是在认呢 答一个简答题是回忆还是在认 大家可以想一想 答一道简答题是回忆还是在认 爱是回忆对吧 是回忆 我想起这个简答题有哪些吃点 是要想起来 好那如果说做一道单选题 让我们选人名选项中有 那么这是啥 这是在认 我要把这个人认出来即可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回忆和在认 只有在这个地方可能会考到单选 大家重点区分 好那整个记忆的过程我们就梳理好了 先是实际再是保持 最后是回忆和在认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考到的题目 照题说在一次旅游当中 张敏一眼认出了人群中的同学王刚 这体现的主要的记忆活动是什么 这道题应该选择的就是C爱对 他说了在认嘛 认出来了就是属于在认记忆选项 好的那现在我们理解了回忆和在认 知道了记忆的过程 但同学会发现老师很多人啊 都是在回忆和在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 比如说我想不起来 或者说我认错了 那我们在心理学当中呢 就把这种见像叫做什么呢 叫做遗忘 不管是想不起来还是认错了都是遗忘啊 那么来分析一下 这个遗忘它是怎么产生的 它有哪些产生的原因 再画一下原因部分 原因在备考时建议大家是做单选和简答题去备考 单选题的话呢 一般来说就是给大家一个例子 问你它符合哪一个具体的原因 那么考试时需要大家能够掌握的就是每一个原因的关键词做好区分 那么简答题的话呢 通常大家去简述一下 比如说 请你说一说 遗忘的原因包括哪些 那同学们在写的时候呢 能够写出原因的名称和它的理论观点即可 好这是我们的考情说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 在遗忘的原因中 咱们一共会介绍五大方面的原因 其中重点是第二个 第三个 还有第四个 大家可以提前标记 好标记好之后呢 我们下来看第一个原因 这个叫做记忆痕迹衰退说 它的代表人物呢叫做巴普洛夫 但是大家不用记人名啊 人名不用去记 只记观点 那他强调什么观点呢 他认为咱们的为什么发生遗忘 主要是因为得不到强化 也就是说咱们不复习而产生的 比如说咱们上完课 虚然知识 如果你后面不再看 不再去做题 你就不可能记住它 你就一定会发生遗忘 这是一种不复习所造成的 再比如说同学们 我以前上过高中的时候 可能会记住很多的一些 古诗词啊 记住很多的单词 但是工作之后呢 你就让我想 我就想不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工作中我不接触这些了呀 所以说我就是不复习 得不到强化 我就记不起来了 这就是痕迹衰退说的观点 对强调是由不复习所造成的 好第一个很好理解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原因 这个呢他所指的叫做干扰一直说 他是强调什么意思呢 就说呀 我们每天都要学很多东西 每天呢要背很多知识 那么这个知识之间 就会怎么样相互的干扰 所以说呢导致我们发生遗忘 被混了 互相影响了 会导致遗忘 所以说他由于刺激之间的相互干扰所造成的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他又进行了解释 他把这个干扰意志说 分成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分别叫做前摄意志 另一个叫做倒摄意志 这个大家着重标记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什么叫做前摄意志呢 注意这个意志 他指的都是不好的词 就是说他会影响你 会阻碍你 产生消极影响的 这是意志的意思 那前摄意志就是啥呢 就说咱们前面的学习 对于后面的学习 产生了干扰和阻碍 就是前面的学习 对后面的学习 产生了干扰和阻碍 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之前学习了英文单词 A B C D E F G 然后呢他这个后边就影响了我记其他的内容 记其他内容 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前对后的一种干扰影响 属于前摄意志 对 那么什么叫做倒摄意志呢 就说你后面的学习对前面的学习产生了干扰和阻碍 这个叫做倒摄意志 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说咱们上学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 比如说老师先教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化学知识 然后后面学完之后啊 这个知识我就不理解了 我就不懂了 这是一种后对前的干扰和阻碍 属于倒摄意志 所以呢大家可以想一想 咱们生活中大家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啊 就是我们在背课文的时候 这个课文特别的长 然后呢我就经常会发现 我第一段和最后一段背的好 但是呢中间就是背的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个中间是前后都会产生影响 对吧 那前后对我影响 但是第一段它就只有后面的影响 所以说 这是跟我们的一些被学习上课 被东西也是有关系的 可以用这个来解释 所以说干扰一直说就是强调 分成了次一针的相互影响 分成前生意志和倒生意志这两大方面 那么集合到咱们学习当中就可以这样去说 大家可以想一想 咱们学习当中啊 可以分成三个时段 有早上学习 中午学习和晚上学习这三个时段 大家想 早上和中午来比照的话 什么时候学的效果会比较好呢 如果单从这个角去比较 应该是早上学习效果好 为什么 因为早上学习的话 前面什么都没有 咱们只受到后边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说叫做早上不受到前摄意志的影响 哎 早上不受到前摄意志 那大家想一想 中午和晚上想比较 哪一个会更好呢 应该是 晚 中午晚上哪个更好 应该是晚上吧 因为你看 我晚上背了这个东西 我就睡觉了 后面有没有影响 没有冬影响他 没有 他只受到前面东西的影响 所以说晚上学习 他是没有倒舍意志的 哎 没有后面的去干扰他 是倒是没有倒舍意志 而中午为什么不好呢 大家会发现 中午他既受到前面内容的影响 又受到后面内容的影响 所以说中午受到啥 哎 前后夹击 受到双重影响 受到双重意志 所以咱们在这个地方 在记的时候 可以通过口诀来试记 叫做早无前 然后晚无到 以及中间有双重 早无前晚无到 中间有双重 大家给他标记清楚 好 这是我们在做题时 这个地方经常会考到题目 把这个口诀匹配好 这是我们第二种原因 叫做干扰意志说 那这个原因解释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种原因 那么这三个呢 第三个指的 叫做动机说 动机说呢 从别称上来看 也可以叫做压抑说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的这个遗忘 是由于情绪或动机的压抑所造成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影视作品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看过一个电视剧 一个电影 说这个女主啊 她跟她的老公之前特别的幸福 她们的这个夫妻关系特别的好 她特别爱她老公 然后呢有一天 她俩突然间发生了什么 有的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呢她跟她老公就离婚了 在离婚的过程之中呢 她就这个女主出了一个车祸 等她醒来之后呢 她就忘掉了她跟她老公离婚这件事 她就还回去找她的老公 那这个女主主要出现了什么呢 就是动机说 因为什么呢 因为她觉得她跟她老公离婚之后 她特别的痛苦 那么她大脑啊就是保护她 哎既然你特别痛苦 我就直接把这段记忆给你遗忘掉 那么这就是一种压抑说 是由于情绪或动机的压抑所造成的 哎比如说咱们还有一些生活中的现象 比如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 哎由于非常的紧张对 然后呢会背的题都不记得了 会写的题呢都写不出来 这也是一种动机压抑说 你看紧张也是一种情绪的体现 所以要不要巧 动机说或压抑说指的就是 情绪或动机的压抑所造成的 这个匹配好 好这是咱们第三种原因 再来看第四个原因 这个所描述的叫做提取失败说 那么这个学说什么意思呢 她就觉得说 哎咱们这个在头档中东西啊 是不会遗忘的 但为什么咱们就是想不起来呢 她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缺少 合适的线索 咱们生活中也会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你找你让这个同学 那考你一道简答题 然后就想突然间想不起来 你说哎你提示我一个字 或你提示我一个一个单词 你就马上能够想起来 这是一种提取失败说的含义 提取失败说就说我们主要是 由于缺乏线索才导致的遗忘 所以生活中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效应 叫做舌尖效应 哎特别显形现象 叫做舌尖效应 就是跨到嘴边想不起来 就是这个舌尖效应 那咱们经常会在马路上 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看到了一个人 长得特别像我的高中同学 我知道他就坐在我的后座 但是呢我就怎么都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后来别人提醒我他姓李 之后我就想起了他的名字 这就是一种点心的提取失败说 所以他观念词是在于缺少合适的线索 哎这个角度大家匹配好 这是第四种原因 那至于第五种原因 这个大家来看一下他比较特殊 他这个呢是叫做同化说 代表人物叫做奥苏贝尔 这个人大家不用特殊去记 但有一个印象啊 因为我们后面会反复遇到他 那奥苏贝尔提上同化说 什么意思呢 他强调的这种遗忘 其实呢是一种积极的遗忘 他强调这个遗忘是积极的遗忘 叫做认知结构的简化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记东西的时候 可以用高级的概念 去代替低级的概念 可以用高级概念 代替低级的概念 这是同化说的意思 好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以前在背单词的时候 我记bide的副词等于bide 我要一个一个去背 然后呢quick的副词等于quick 我就是一个一个去背 然后再记其他单词的副词挨个记 然后呢突然间老师告诉我说 其实这个副词啊我们可以这么去记 叫做形容词加上ly等于副词 那么大家想想如果说我掌握了这个公式 我还再也需要一个一个单词去背诵了吗 压根就不需要了对吧 我只要记住这个公式 然后呢之后再出现其他单词 我就能够马上想到它的副词 这是一种什么 就是用高级概念代替了低级的概念 那么它能够减轻咱们记忆的负担 所以呢它是一种认知结构的简化 对 所以它理解谁应该是一种积极的遗忘 它的这个同话说指的是一种积极的遗忘 认知结构的简化 好大家给它理解清楚就行 那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所涉及到的遗忘的原因 这五大方面考试时比较喜欢考的是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 单选题主要以例子方式去呈现 接下来我出两个例子同学来判断一下 请听题第一道题说 我由于考试非常的紧张导致会背的题没写出来 这个属于什么原因 应该是动机说第三个 好那再听这道题说 有的同学在考试时会背的题写不出来 大家觉得这个应该选什么呢 有同学在考试时会背的题写不出来 提下了什么 对这个叫做提取失败说 好这两个例子很相似 我们说一下 咱们第一道题它特别强调什么呢 考试紧张 而第二道题没有强调情绪的描述 所以呢它们两个选择答案不一样 注意咱们作题中如果特别强调情绪 选择动机说 如果没有特别强调 那么就指的是提取失败说 这两个做好区分 好的 那么简答题咱们怎么去答 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 这个简答题呢 咱们去看一下 注意这题怎么答 答的时候前面这几个名称的观点 是大家必须要写的 但是后面这个解释 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编 不用说跟书上写的一模一样 那说老师我解释我也不会编 我可不可以举例子啊 也是可以的 哎 就只要是能够使咱们答案非常的丰富 很完整啊 这个至于你怎么去解释 无所谓 但是前面的理论的观点一定要提 就是名称肯定要写出来 解释部分可以灵活处理 好 这是我们简答题的一个示范 说到这儿 那对于原因部分我们就讲完了 接下来咱们来看第四个 就是遗忘的一个规律 那么遗忘的规律这个在备考时 建议大家主要是做单向选择题备考 大家都会是不是 单选题啊 那么咱们需要找我以下几个小点 首先咱需要记住谁研究了遗忘曲线的变化 应该是埃宾浩斯 是一个德国的学者 哎他最早研究的这个遗忘曲线的变化规律 那么通过他的研究总结出了遗忘曲线变化的几大特点 好哪些特点呢 第一个他觉得遗忘是在虚异之后 马上开始立即发生的 就是同学们只要在你和上书那一刻 你可能就已经忘了 或者说呢我们在讲到这时候 再问大家 根据记忆保持的时间来分 可以把记忆分成哪些 有同学可能已经想不起来了 虽然遗忘是在学习之后 马上开始的啊 立即发生的 而且他根据这个方面 他总结出了 遗忘的进程啊是不均匀的 呈现什么呢 先快后慢先多后少 哎 先快后慢先多后少 而且是附加速 附加速 就是一般来说啊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忘的特别快 下降特别快 然后呢 越往后啊下降速度越慢了 既旺的东西呢也越少了 所以说 既旺的进程不均匀 先快后慢先多后少 呈现附加速 并且他又总结了 遗忘到一定程度 后期便不再遗忘了 其实呢就是说 这个知识啊在你头脑中呢 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小印象 只不过呢 你记不住那么多了 只能有一丢丢的 一点点的印象 你可以记得 哎这个点我好像学过 我好像在哪看过 但是呢 你已经不能完全的想起来了 所以这是一种 被有了点残渣 是的 所以遗忘到一定程度之后 便不再开始遗忘了 这是他遗忘曲线 变化的一些特点 就说到这儿 好那这个部分 大家把握清楚 非常简单 记住代表的人物 以及记住他特点 有哪些方面匹配好 好的 那这个咱们说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那有哪些因素 会影响咱们的遗忘 看一下影响因素 在影响因素方面呢 这个地方 建议大家是做简答题去把握 嗯 简答题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咱们第一个 学习材料的性质 他会影响着遗忘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比如说 大家想想 如果说 让大家去背两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呢 是一个预言故事 然后呢 第二篇文章 是一个新闻 这个经济新闻的这个数据 经济新闻的数据报告 那么大家想一下 你背这两个之后 哪一个不容易遗忘 哪一个不容易遗忘 肯定是故事 对吧 你看故事有很多 你看 故事我们都加深理解 不容易遗忘 但是西文那些报告数据啊 那些什么数字 100% 1000% 100% 这种的 那么多 我肯定就是很枯燥 不容易记住它 很容易发生遗忘 所以说这里面强调 学习材料的性质 会影响着咱们遗忘的进程 好 这是咱们第一个方面 那么 咱们确实说不一定 但我们强调是一般情况下 肯定会有特殊例子嘛 对吧 但是咱们说一般情况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好 那第二个就是实际材料的数量和学习程度的大小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咱们一天如果记一个单词 你肯定能够记住它不容易忘 但如果一天让你记一千个单词 你肯定就是特别容易发生忘记 对不对 所以说实际材料的数量和程度的大小 也会影响着遗忘 那第二个是记忆任务的长久性和重要性 就比如说咱们给大家说了 说同学们 这道题属于教资考试的必考题 你只要是备住它了 你就一定能上案 那我相信同学们这个东西 你肯定会记得非常牢固 我不会遗忘 但如果跟他说这个题基本上不好 那么大家可能你压根说完了 你就忘了对不对 所以说记忆任务的长久性和重要性 也会影响着遗忘的进程 那么第三个第四个是实际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在记忆的时候 如果说我就是单纯的死记硬背 那么你肯定是忘得快 但如果我要怎么样呢 我通过口诀的方式 或者通过一些关键词的方式去记 我找一些方法技巧 那肯定是不容易去忘 那是实际的方法 对 那么第五种呢是时间因素 这个时间因素呢 就比如说 咱们一般来说 你是在这个 可能每个人在记忆的时候 他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嘛 我可能喜欢早上背东西 有的人可能喜欢晚上背东西 那你就根据你的个人习惯 然后呢 这个记忆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时间因素 另外呢 还有一些它保持的这个时间上 它也是一个体现 还有一些保持时间 比如说咱们这个东西啊 需要大家给它长久的保持下来 保持时间需要长一点的 那咱们可能就是过了这一阵才会忘 但如果说呢 这个东西啊 就是大家记完东西 马上就能用到 比如说咱们寄一个电话号码 你可能呢 拨完之后你就不需要了 你就可以忘掉它 所以就时间因素 你在什么时候记忆保持时间 都有一些影响 这是第五个 然后第六个是情绪和动机 情绪动机 比如说同学们 如果我们在背简答题的时候 很焦虑 我一边哭一边背 你肯定背不下来 但如果说呢 我在背的时候啊 我很轻松很自如 越背越开心 越背呢 越兴奋 那么你肯定背的效果就好 所以说情绪和动机 也会影响着这个遗忘 那这就是我们所涉及到的 影响遗忘的因素 一共包括这六大方面 那咱们记的时候呢 口诀叫做人才请发誓 匹配一下 人它所对应的是这个任务 任务的长久性重要性是讲义中的第三条 才呢指的是材料的性质 以及材料的数量程度大小 更是第一条和第二条 那请呢是第六条 情绪和动机 发指的是实际的方法 是呢指的是咱们的第五个时间因素 最大通过口诀 能够掌握这几个影响因素 匹配好 好这是咱们影响因素方面 那说到这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习题 绕题说 IP浩斯遗忘曲线表明 遗忘的速度是不均衡的 呈现的趋势是什么呢 应该选择哪一个 应该选择C 对吧 先快后慢 先多后少 是复加速 所以说C选项符合提干 非常准确 好的 那到这呢我们就把整个 遗忘有关的内容说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那咱们中学生记忆发展 有哪些主要的特点 对于特点部分 大家画一下整体上来看 考题概率是比较低的 然后建议大家呢 稍微做一个单选题 留意一下就行 那特点当中一共有四个 大家稍微关注的呢 就是第四条就行 第四条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抽象记忆占据主导地位 就是说在小学的时候啊 其实是我们是具体的 形象记忆占主导 就那个时候我们上课时 都是通过那个 比如展示图片的方式去讲 但到了中学生 咱们抽象记忆占主导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中学生呢 能够理解那些 比较抽象的概念 不需要借助具体事物 就能够掌握概念啦 公式啦 原理啦 所以说思维水平发展的 比较高级一些了 这是它的这个特点 理解一下 什么叫抽象记忆就可以 嗯 好的 这是咱们所涉及到的特点方面 稍微关注第四条即可 那这个了解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讲义中的第六大方面 就是那提高记忆力 促进制的巩固 所以同学们通过前面学习 肯定会想说 哎呀那我怎么提高自己的记忆力呀 对吧 我想让自己记得更好 那么这个第六个方面 介绍的就是这个内容 好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点 就是良好记忆品质的特点 咱们先把特点这个地方介绍一下 特点部分呢 在考试当中 考题概率是比较低的 在备考时呢 主要建议大家 也是做单选题 然后掌握的就是 每一个品质的关键词 通过呈现一个例子 我们能够选出它到底是哪一个品质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来看一下 咱们说品质就是说 形容这个东西好不好的 咱们之前讲的注意的品质 就是强调它形容 通过这四个标准 判断你注意力好不好 而咱们的记忆品质呢 就是通过这四个标准 来判断你记忆力好不好 所以来看一下 记忆的品质四个方面 第一个叫做敏捷性 敏捷性就是跟什么有关呢 跟记东西的速度有关 对 就是速度有关 那有的人呢 记忆力好 他记得快 有的人记东西就是记得慢 对 这是强调敏捷性 第二个呢 所指的叫做持久性 就是你记东西 记得这个劳不劳 容不容易忘 就是持久性 就是与保持的时间长短有关 保持时间长 说明持久性好 保持时间短呢 说明持久性就差一些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只是准确性 就看你记得准不准 能不能说记混了 就是记乱套了 这个是一种是准确性 能否精准的复述出来 就是一种是准确性 好的 这个大家标记清楚 而第四个呢 它所指的叫做准备性 什么叫准备性 大家可以画一下 它是前三者的综合体现 现在综合体现 就是我们能够强调是 提取和应用的特别好 特别快 这个所指叫做准备性 比如说我在想用哪个字的时候 我能够迅速的提取出来 这是准备性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小同学们想一下 咱们教育目的的层次结构有哪些 现在大家赶紧想层次结构有哪些 那么如果说有同学 我说完之后 马上就能够得出答 说明同学们记忆的这个准备性就很好 你提取和应用的速度特别快 老师随便一问 你就能够信手捏来 就能够得出答 这是一种准备性 好 在这里边咱们总结好 观念词啊 就是说咱们记忆的品质有以下几个方面 敏捷性是与速度有关 持久性呢是与保持的时间有关 准确性呢是与这个精准度有关 准备性是综合体现 强调我们提取和应用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这个地方考试时 经常会考到一些常见的例子 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啊 我来提问大家想想 比如说我说这个人他能够过目乘颂 看一眼就能够记下来 过目乘颂 提下来什么呢 提下来应该就是敏捷性 对 非常好 敏捷性 好 那如果说这个人啊 他记东西就是终身不忘 诶 背一遍终身不忘 什么时候记他的 问他他都记住了 所以啥 属于第二个 持久性 持久性 好 那如果说这个人 他出口成章 诶 出口成章 比如说你随便给他一个主题 他就能够给你写一篇特别优美的文章 写一篇特别优美的作文 属于什么 诶 属于准备性 对吧 是对我那些学部的知识 提取和应用的特别好 所以出口成章啦 再比如说什么七步成诗啦 这都体现一种准备性 好那再听下一道题 叫做倒背如流 哎这个可能会有点难 倒背如流体现什么呢 哎很好 叫做准确性 就是我倒着背我都不会背错 倒着背我都背的很准 就是典型的精准准确性 非常好 所以考试时可能就给大家呈现这几个成语 让我们去判断它符合哪一个具体的特点 大家给它匹配清楚进行 好的那品质部分我们讲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后边 那了解了品质 我们来看那该如何提高记忆能力呢 它有一些方法 方法部分建议同学们做简答题去背诵 好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明确记忆的目的 增加学的主动性 要想一下 比如说我记忆一个东西就是为了上岸的 记忆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拿证的 所以大家才记得非常认真 你会主动的去背诵 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提高记忆力 这是我们第一个明确目的性 增强主动性 第二个是理解才记忆 少用记忆解忆 咱们说这个东西你理解记忆的话 就不容易忘 但你如果机械死经被 就容易发生遗忘 所以说要多用理解 少用机械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就是对材料进行精细加工促进深度理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把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是多给它进行加工一下 比如说多写上一些关键词啊 或者说多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啊 多对它进行分析啊 然后呢 这就是一种精细加工 详细的去分析它 去了解它 从而呢 加强深度的理解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呢 是运用组块化的策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进行分组分模块的去背东西 比如说咱们同学们 记身份证号 大家是怎么记的 哎 同学们记身份证号怎么记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分模块去记 先记什么呢 这个区省分区号 然后再记什么呢 你的出生日期 对吧 然后再记厚思维就完事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这样去记 就特别好记 哎 这样记的话呢 你记起来东西记得也很多 这是一种点子的组块和策略 作为学东西的时候呢 如果咱们面对一些特别内容丰富的东西 咱们也可以分组块 分模块的去记 好 这是第四种 第五种呢 是运用多重的编码方式 那这个怎么理解 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我记可以呢 比如说 嗯 就是通过文字去进行编码 哎 还可以怎么给它生成一个图像 去进行编码 比如说 老师给你讲了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啊 我可以去记它的中文意思 那么也可以呢 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图片 想象成为一个小动物 然后呢 去记住这个单词的含义 这是一种多重编码的方式 嗯 第六种呢 叫做注意复习的方法 防止止人遗忘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 多复习 我既可以呢 分段复习 也可以采用集中复习 哎 分段复习集中复习都行 那分段复习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我背东西的时候 背简答题 我不是一起都背的 我是一天背两个 一天背两个 然后每周呢 做一个总结 哎 一周呢总结14个 统一再回顾前面的14个 然后下一周呢 再每天背两个 最后呢 等到周末时再回顾前面背过的题目 这是一种分段复习和集中复习相结合 这样来说呢 我们复习的这个方式也会更好一些 那么其实复习的方法 它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 我们还有些其他的方法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复习方法防止遗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复习的时间 一定要做到 根据Ibihouse的遗忘曲线 我们可以采用 即时复习 还有合理的分配复习的时间 然后第二个 具体的复习方法 有以下几个方面 分散复习的集中复习相结合 然后呢 反复阅读和试图回忆相结合 什么叫做试图回忆呢 就比如说老师让大家背一篇课文 然后大家就这个课文呀 反复的去读几遍 读完结完之后呢 把课文和书和上 你就想想 刚才我那个课文中有哪些点 说了哪些事 你就试图会想去回忆 这就是典型的试图回忆 第五 这个方式呢 叫做复习方法多样化 我们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去复习 同时呢 叫做多种感官去复习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复习的时候 我既可以呢去看 通过看回放去进行复习 也可以怎么样 我通过说 比如说我把这个支点给别人去讲来复习 我还该怎么样去写 对吧 在书上抄一遍去写 来复习 就是多种感官去参与 听说读写都参与到其中 这是一种多种感官 那图除此之外呢 还要注意 复习的时候呢 内容和数量要适当 你不能一次复习太多 因为你大脑记不住 容量这个给大家压力太大 记不好 所以说不能记忆太多 而且呢 废的次数上 我们也要适当的过度学习 这里边我们要解释一个名词 叫做过度学习 这个要解释一下 这在考试当中 经常会考到单向选择题 打一标记 什么叫做过度学习呢 咱们解释一下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 你恰能背诵之后的学习 就属于过度学习 比如说 我在背一篇课文的时候 我在反复俱背 我发现 当我背到第十遍的时候 我能够刚刚好 把它复述出来 那么 接下来进行的学习 接下来你再背的这个过程 就被叫做过度学习 背而来再背几遍 这就属于过度学习 那至于过度学习 它不是你背的越多越好的 它有一个限度 就是说 过度学习 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 这篇课文 我再背几遍更好呢 就是再背五遍 之前背十遍更好复述下来 我再背五遍 就能够这个更好一些 所以过度学习程度 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是最好的 所以呢 总体上来说 那咱们学习的熟练程度 是多少呢 是一百五 熟练程度是怎么算的 就是从 恰能背诵 加上过度学习 等于学习的熟练程度 诶 恰能背诵 加过度学习 等于学习的熟练程度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个在考试当中 它经常呢 会考到一些单选题 一般就是算术 我来说一下这道题 比如说 小明同学 他在呀 背老师说的简答题时 背六遍 刚好背下来 那么他过度学习 达到多少遍 效果最好 过度学习是多少遍 三遍 好 那么他的熟练程度 是多少呢 熟练程度是九 哎很好 所以记住过度学习是五十 熟练程度是百分之一百五 这个千万不要搞混了 这是我们所涉及到的复习的方法 好 那总体上看一下 复习的方法时呢 建议大家着重把握的就是 过度学习 做单选题去把握 那至于前面 这几个方面 我们提高记忆的方法 总体上做简答题去背考 这个简答题怎么记呢 有一个口诀 叫记忆目里有多组细经 咱们给大家匹配一下 首先 这个目 它所对用的就是咱们的 这个记忆的目的 是讲义中的第一条 理是第二条 理解材料的意义 多呢指的是第五条 多重编码方式 组是第四条 组块化策略 细呢指的是复习的方法 第六条 经呢指的是经加工 对应讲义中的第三条 大琵琶口诀 记忆目里有多组细经 对应清楚 好 那以上这些 咱们就把所有的记忆有关内容 全部讲到这儿 然后给大家最后通过导图 梳理一下 记忆这一节呢相对来说 考题概率是比较高的 那着重把握它的类型 以及我们的这个提高知识 记忆的这个促进制的巩固 这个地方也是考题概率比较高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遗忘这个地方 大家需要着重关注遗忘的原因 它出题概率也比较高 那至于其他那几个方面 先对来说考题概率比较低了 同学们能够大体的回顾就行 好的 那总体上记忆说完 接下来我们休息两首歌的时间 然后接着再来学习 给大家放一下歌曲 跟我给大家找一下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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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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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姑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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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白 明白 为什么我不放得开 折破的这个爱 一时一时一时不会了解 我明白 我明白 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 不许你会有一天坏念 可是我已不在 我不在 或许你会有一天坏念 可是我已不在 我不在 或许你会有一天坏念 可是我已 我也不在 解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许你会有一千万年 我已经我已经不在 或许你会有一千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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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一一一 我也不在 你会有一千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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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一千万年 好的同学们 我们续时间到这里 然后每日经常学习同学 那个问题我刚看到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解释不了 因为我们现在又开始讲课 咱们等到最后答的时候 再给你讲一下好吧 就是那个过度学习 你问的应该是这个吧 然后我们一会儿 等课上全部讲吧 再给答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 进行后面的内容讲解 那进一旋之后呢 下一个所指的就是思维 在思维里边呢 它一共包括了它的概念 特征品质和分类 那其实总体上来看 这个思维它的考题概率 是比较低的啊 不太喜欢考题 所以这四个道中呢 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思维的分类 大家给它标记清楚就行 好那标记好之后呢 我们逐一的来看 首先第一个 我们需要了解 什么是思维 思维的一个概念 概念部分 简单去了解即可 不做重点 稍微画一下 思维就是说 我们对于客观 就大脑中 对于客观事物 本质属性 内在联系 一种间接 一种间接概括的反应 就是一个思维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给大家讲解 教育学这门知识 那么大家头脑中 对于这个教育学的概念 的一种加工啊 你的这种 这种联系的理解和概括呀 就是一种思维的过程 所以它的观念词是强调 间接的概括的反应 因为它具有这个两个观念词 所以都衍生出了思维的两大特征 分别叫做间接性 另一个就是概括性 那么这两个特征考题概率也不高 做单选题具备考 大家需要呢 能够掌握每一个特征中的关键词 如果给大家呈现一个例子 我能够知道它所指的是 哪一个主要的这个特点即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特征 它叫做思维的间接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我们呢都是借助于已有的经验 或者说借助一些这个凭借物 参照物去推断去理解的 这属于间接性 关键词就是说通过什么什么去推断 去猜测 去猜想 就属于思维的间接性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通过地上湿了 然后呢我知道昨晚下雨了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间接性 通过什么去推断什么 是我们借助一定的物体 或者借助一些东西去推断 那除了这个之外 再比如说咱们的中医 它的望闻问怯 它是通过看你的舌苔 通过摸你的脉搏 然后呢知道你大概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间接性 所以说它不是简单的联想 它是有依据的 我根据什么去推断什么 去预测什么 它不是那种 就是如果你说根据什么去联想 也可以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 准确来说是通过什么去猜测 通过什么去猜测 对 有这种推理的形式 对 这个同说有多人联想 这种可以啊 那不是那种 就是其他的 我就随便去想 这种不一样 好 这是咱们的间接性标记好 那么什么叫做概括性呢 概括性只是说 对于事物做了一个总结 一个概括 它的关键词是强调 由什么总结出什么 或者说得出了什么什么样的结论 这个叫做概括性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把什么桃树 礼树 这个苹果树 统概括成为 叫做水果树 叫做果树 那么这就是典型的概括性 就是说 我有什么什么总结出什么 或者说我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这就是一种概括 那再比如说呢 这种概括和结论 跟我们一般来说 生活中的规律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生活规律有关 比如说 咱们这样说一句话 叫做朝霞不出门 晚霞行千里 这个大家都听过吧 朝霞不出门 晚霞行千里 这是啥 这是一个生活规律 那么这种生活规律 它就是前人总结好的 因此体现了什么呢 概括性 这个规律是大家总结出来的 所以它叫做概括性 好 那么在考试时 这个地方 经常是呈现一个例子 让大家去区分 它到底体现的是哪一个具体的特点 那么 接下来我来出例子 同学们来判断一下 这个题说 这个题这样说 因为男朋友出门 他是喷香水了 所以我推测 他可能是出轨了 这个提下来什么呢 叫做间接性 非常好 叫做间接性 好 那再听下一道题 这个题 这样说的 叫做月民间总结 月晕而风 楚润而雨 这个所指的是什么呢 月晕而风 楚润而雨 提现什么 爱概括性 非常好 有同说 我甚至不理解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但我就知道 它肯定是概括 因为它什么 生活规律 这个规律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月亮周围出现了孕圈 就代表着 可能要刮风了 那房屋的石柱 如果反朝湿润 就代表要下雨 就这个生活规律的总结 叫做概括性 非常好 所以这个课征 大家理解好 做好区分 掌握好关键词 这个特征说完之后 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怎么评价 一个人思维好不好呢 所以来看下面 思维的品质 对于品质部分 也是建议同学们 只需要做单选题 去把握即可啊 那么单选题部分 在备考时 就是给大家一个具体的例子 问你它符合 哪一个具体的品质 同学们能够匹配清楚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 重点 一共七个品质嘛 所以建议大家重点掌握的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五个 还有就是第七个 标记好 一二五七是重点 好 那么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做 思维的广阔性 广阔性呢 也可以表述为 就是这个人 思维的一个广度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人啊 他在思考时是怎么样呢 是能够从多方面 多角度的去思考问题 从更大的范围上去考虑问题 这是一种是广阔性 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来描述 叫什么呢 就是这个人能够做到面面俱到 哎 面面俱到 所以他思考问题是啊 各个方面都能够考虑得到 这是一种思维的广阔性 大家可以把这个词写到旁边 好 这第一个品质 对很全面 第二个叫做深刻性 深刻就是说 这个人 他在思考问题时怎么样 是非常的深刻的 就是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 看到事物的本质 能够做到一针见血 哎 一针见血 这就是典型的思维的深刻性 对 透过现象看本质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品质呢 叫做独立性 什么独立性 就是这个人呢 他是能够独立去思考的 哎 就是说 我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 我也不依赖他人 我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持于独立性 所以说我们叫做 不人云亦云 哎 这种人呢 就是不人云亦云 我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一些 这个习惯 这是独立性 第三个呢 他说只是批判性 这个批判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呀 我们在思考问题时 是能够怎么样 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的去思考 不受到主观的影响 这是批判 规定词就是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 它主要是不受主观影响啊 所以咱们在这里边呢 会稍微说一下 就是独立性 只是你独立思考 不容易被他人所影响 而批判就是说呢 是你能够 这个客观公正 不受主观影响影响 这两个稍微区分一下 就可以啊 不是重点 好 这第四个批判性 那再来看第五个 它所指定的是灵活性 灵活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样 就是他办事情很活 很灵 很灵巧 怎么达到什么呢 随机应变 爱随机应变的 这种就是灵活性 非常好 好的 第六个叫做敏捷性 敏捷性是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人思考问题 速度特别快 爱 强调速度快 对 爱给你一个问题 我马上就能说出答案来 这是典型的 敏捷性 思考问题 速度特别快啊 将关键词叫做 当机立断 当机立断 好 这是第六个 那么第七个呢 叫做思维的逻辑性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地位 不要瞧 它是咱们思维品质中 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不要瞧 它是最重要的 那么它是还有一个地位 它是整个思维品质中的中心环节 最重要的是中心环节 这个是描述什么呢 对 这个人说话呀 办事呀 思考问题呀 很有条理 爱 条理特别清晰 爱 先推成第一步第二步 然后首先提次去说 爱 条理特别清晰 一听呢就能看懂 爱 一听呢就能听明白 这觉得呢 非常的直观 这典型的逻辑性特别好爱 想到条理清晰 好的 这就是我们整个思维的这个几个品质 大家标记好 重点掌握是每个品质中的关键词 考试的时候 如果给大家呈现一个例子 大家能够匹配好 它到底是哪一个具体的品质 对 重点是一二五七 标记清楚 好的 那品质部分 我们说完之后 接下来 咱们就接着往后边 来看下一个 这个呢 它所描述的 就是思维的分类 好 这个地方 大家着重标记 是重点 是的 好 那分类在备考时 大家主要是做单选题把握 虽然是重点 但是只考单选题 通常来说呢 也是考例子啊 给你一个例子 让我们能够区分 它到底是哪一个具体的类型 然后咱们讲义中呢 一共叫了四种分类 考题概率比较高的是第一个 还有就是咱们讲义中的第三个 大家把一和三标记好重点 一和三是喜欢考的 好 那标记好之后 我们就逐一来看 第一个 它指的是根据思维的凭借物进行划分 那么它可以分成三种 第一种 它所指的叫做直观动作思维 什么叫直观动作呢 就是说我们在思考问题时 主要是依靠动作来进行的思考 就比如说我们给小孩 让他们去算三加二等于几 那么很多小孩怎么样 掰手指 通过查手指的方式来算三加二等于多少 这是典型的直观动作思维 如果你不让他掰手指 他就算不出来了 这属于直观动作 必须有动作才能算 好 这第一个 那第二种思维形式呢 叫做具体形象思维 那么这种思维什么呢 它指的是我们依靠事物的表象 什么叫表象呢 简单来说就是你头脑中的一个照片 心理照片 一个心理照片 它所指的就是表象 咱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同学们 我这个 我咱们中国有一个猴特别厉害 叫做孙悟空 那么大家的头脑中 是不是能够想象出 头这个孙悟空的一个形象 脑中都会有一个大概的 他的形象照片 对吧 那么这种呢 就是你头脑中这个照片 就是他的 就是对孙悟空的表象 所以说表象就是这个心理照片 那么具体形象思维 就是依靠我们这个心理照片 依靠头脑中想的这个人 想的这个图片 然后呢 进行的一个思考和理解 比如说你在这个时候 让一个小孩去算 三加二等于多少 那么这个小孩呢 他不会自己去拜手指 而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在头脑当中 头脑当中呢 想出了一个小朋友 他在这个插手指 然后呢 得出了答案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 具体形象思维 所以我们将会看到一些动画片 那些动画片中的这些主人公 他们经常会在脑中啊 想象一个 比如说图片呀 想象脑补一个什么画面呀 这就是一种具体形象思维的含义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他所指的呢 叫做抽象逻辑思维 那么这个思维就比较复杂一些 他主要是我们运用一些语言符号 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思考 比如说他问大家 3A加上2A等于多少 等于5A 对吧 或说问你A方加B方等于C方 这个是用来算什么的 哎 这个是一种变形的抽象逻辑思维 是通过语言符号 来进行一种理解和认识的 所以总体上啊 咱们根据思维的凭借物 可以分成这三种形式 包括直观动作 具体形象和抽象逻辑 接下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同学们来进行一个判断 好 请听第一道题 这个题说呀 我们在这个布置房间的时候 在动手之前呢 先为在头脑中构签一个画面 比如说沙发摆在房间的什么位置 床摆在哪 哎 这个书桌摆在哪 这体像了什么呢 哎 叫做具体的形象思维 头脑中心想象一下 哎 好的 那么再听下一个题 说 这个汽车修理工 他们在修汽车的时候 是一边检查 一边思考 如果他手中动作停止了 他就不知道这个车出现了什么问题 提下了什么 哎 直观动作思维 对吧 他如果不摆了这个车 想不到问题 哎 直观动作思维 非常好 那么再听下一道题 哎 比如说 这个同学 他在算算 他算出的时候 能够知道 铁会导电 铜会导电 最终得出了金属会导电 这属于啥 哎 抽象逻辑 对推导出了他们的关系啊 抽象逻辑 好 这是我们第一大分类 根据凭借物上来分 大家划分的很准确 那么再来看一下第二种类型 这个呢 是根据思维的逻辑性上来分 它呢 可以包括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 很简单 第一个 直觉思维 大家画好 他就是强的什么呢 没有任何分析的步骤 哎 没有分析的过程 没有分析的步骤 就是啥呢 就是突然间就顿悟了 突然间就理解了 灵光一显了 哎 这是一种 就是直觉思维 这是直觉思维 比如说 有一个阿基里德 他是怎么发明福利的呢 哎 就是他在洗澡的时候 突然间啊 这个就想到了福利 这是一种直觉思维 哎 没有任何分析推导的过程 马上就是出现了一个想法 至于直觉思维 好 那么第二种形式呢 叫做啊 分析思维 它是什么呢 是经过详细的步骤 去分析 最终得出了一定的答案 这叫做分析思维 比如说警察在断案的时候 他是根据现有的证据 最终推导出了 呃 嫌疑人是谁 这属于分析思维 好 那么这些部分 大家给他匹配清楚就行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道题 大家来判断一下第一道题 比如说 我觉得我最近 呃 最近我觉得我这个呃 男朋友表现很诡异 第六感告诉我 他就是出轨了 这属于什么呢 哎 直觉思维 后来呢 我又不断的去分啊 发分析他的朋友圈 看他的聊天记录等等 最后得出了 他就是出位了 这是啥 分析思维 哎 是的 所以这是我们呃 呈呈现的一些例子 大家能够匹配清楚就行 这是第二个 根据逻辑性成来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大这个分类 这个考题概率很高 而且它非常好理解 来看 它包括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 大家介绍关键词 这个聚合思维有很多的别称 它呢也可以叫什么呢 复合思维 也可以叫做复合思维 就可以叫什么复合思维呀 什么求同思维啦 求同思维 那么这都是它的别称 它所指就是呢 强调一提一解 关键词就是一提一解 一提一解 就说我在多个方案当中 挑选出一个最佳的唯一的方案 这属于聚合思维 聚合思维 好的 那么下面这个呢 叫做发散思维 发散思维也叫什么呢 也叫做求意思维分散思维 求意思维分散思维 它所指就是啥呢 一提多结 就是说我能够从这个问题当中 找到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 得出多种这个答案 多种结论 这是一种发散思维 分很简单 所以考试看到一提一解 就是聚合 一提多解 就是发散 好 这是第三种分类 指向性上来分 第四个是根据它的创新性上来分 它呢是强调把思维 可以分成了常规思维和创新思维 也很简单 什么常规思维呢 就是说呀 这个思维呢 是比较固定的方式 就是用那种固有的 这个老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这是常规思维 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听的那个 司马光砸钢那个故事 那么当别人看到这个小朋友 掉到钢里的时候 其他人的办法就是想什么 想把这个捞出来 那只想把它捞出来这种方法 就是典型的常规思维 只能想到共有的 以往的一些方式 但创新思维就是谁呢 司马光 对 他能够另辟蹊径啊 找到一些新有独特的办法 那么这就是一种创新思维 哎 把钢砸了 谁就流出来了 这是一种创新思维 好的 所以这里边大家批评 常规思维就是一种 比较固有的方式 常规的办法 而创新思维就是新有独特 与众不同的 创造性比较高的 老办法 括号里边是老办法 就是常规的办法 你经常用的 常规的办法 老的办法 这是一种是常规思维 很好 好 这是咱们所涉及到的思维的分类 大家重点标记一和三 那全部讲完之后 接下来咱们做题练习一下 来看第一道题 说张老师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 写出带有口的字 那么这个李强不仅写出了 口有关的这个活动有关的字 如吃喊吐叫 还写出其他类别字 如这些字 那么这个题下的李强的 哪一种思维能力呢 这个题目选什么 选A 对吧 答案很多呀 那说明他思维发散 想的答案很丰富 发散思维 好 再来看第二道题 杨老师在教学中 对于所讲的例题 提供多种解法 强调一题多解 这是属于什么呢 还是发散 所以你看啊 考试时这个地方很简单 重现例子 能够区分的开 好 那以上这些 咱们就把所有的思维有关内容 全部讲完了 咱们来梳理一下 思维当中 我们介绍了它的概念 特征品质和分类 概念的这个特征里边呢 记住它两个特点 间接性 概括性 间接是通过什么 每一界 通过一定的中界 去推导 去推测 而咱们的这个概括性 是总结出什么规律或结论 这是强调特征上来分 然后品质呢 这个地方 一共这几个品质 大家掌握好一些关键词 和一些常见的成语呀 例子呀 大家区分清楚就可以 然后这个分类部分啊 分类部分一共是四大分类 考题中重点把握的是第一个分类 还有就是第三个分类 大家着重标记 好的 那这个思维咱们讲到这儿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个 叫做问题解决和创造性 来看这个地方 那问题解决创造性 这一块呢 算是来说啊 考题概率比较适中的 算是稍微重要一点的部分 那么它一共包括了五个方面 将会介绍什么是问题 什么是问题解决 再说一下问题解决的一般过程 再说一下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还有呢 就是提高问题解决能力的教学 告诉我们怎么去提高 最后讲一下创新思维的培养 这几个方面 那其中重点呢 是第三个 还有就是第五个 大家着重标记 好的 那标记好 我们逐一来看 首先第一个介绍的是 这个问题和问题解决是什么 这个地方呢 就是很少会考到它 简单的去了解就可以啊 简单去看 咱们说一下 什么叫做问题呢 问题就是 给定的信息 和要达到的目标之间 有的一些障碍 这就是一种是问题 举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下方的图片 比如说 这些小朋友啊 在A这个方向 他们想到达对岸B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怎么样 它怎么过去 就是什么 就是问题 所以说 怎么从A到B 就是一个问题 对 所以这个障碍需要被克服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叫做问题解决 所以来看一下 它指的是为了从问题的初始状态到达目标状态而采用的一些认知操作的过程叫做问题解决 比如说我怎么从A到B呢 我采用 我采用比如说游过去的方式 游过去 或者怎么样呢 我就是盖个桥 采用盖个桥的方式 或者说呢 我就怎么样 这个同事跳过去也可以 跳过去 我找别人背我过去 再比如说坐船过去 等等 你看这些就是属于什么 游啊 跳啊 碑啊 桥啊 这都是一种什么问题解决的环节 好的 那总体让咱们记住什么是问题 什么是问题解决就可以了 那么了解了概念之后 再来看一下 那问题解决 它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 那这个一般过程呢 这个地方考题概率也是比较低的 建议大家只需要做单选题去把握 就是咱们只需要记住一些个别的地位 给它匹配清楚就行 掌握一些个别的地位即可 好 来看一下 它问题解决 一般都是经历这四大方面 首先第一步干什么呢 第一步就是先发现问题 就是说呢 比如说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应用题 出一道应用题 那我先要能够知道 这个题想让我们解决的是啥 让我求啥 让我算啥 这是一个环节 叫做发现问题 所以它是我们整个问题解决的首要环节 这个地位 大家标记好 那当我们发现问题之后呢 我要怎么样 我要去理解 对吧 我要知道 那这个问题有哪些有用的条件 哪些是没用的条件 我要去理解去分析 对 这第二个叫做理解问题 那理解问题呢 它是整个问题解决的中心环节 如果你不理解它 你就是很难做对 所以说你要理解 这是最重要的 它是中心环节 好 那么理解了问题之后 我要怎么样 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所以说我要提出一些假设 设个xy呀 再比如说设个什么情况 提出假设 那这个是问题解决关键环节 那么提出假设之后 我要看我这个假设 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我要检验一下 所以说最后一步是检验假设 总体上啊 问题解决 经历这四个过程 先发现 再理解 再提出假设 再检验假设 对 非常好 学良同学 总结以关词非常不错啊 考试当中如果出现的话 能够匹配清楚 然后稍微留意的呢 就是我们的几个环节 首要环节是发现 中心环节是理解 关键环节是提出假设 标记清楚就行了 好 这是问题解决一般过程 这个说完之后 大家往后边来看一下第三个内容 叫做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好 这个点 大家着重标记 它的考题概率很高 重点标记啊 在备考时 咱们是做单选 辨析 简答题 共同来进行把握 那么单选题的话呢 通常来说 是给大家一个例子 问你它符合哪一个影响因素 咱们选择清楚就行 辨析题的话 一般就是维尔的第二条去考 就是心理定式功能固着 它只有这条喜欢考辨析 简答题的话 就直接去减述一下 影响问题解决因素 包括哪些方面 咱们写出大概有几条就行 好 这是它的一个考情 说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 首先咱们第一个影响问题解决因素 叫做问题的情境 什么是问题的情境呢 其实就是说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问题的表达方式 它的呈现方式会影响着问题的解决 就是这个问题的呈现方式影响问题解决 举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右边这个图 第一个图呢 让我们算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是多少 这是第一个图 第二个图它是这样的 让我们算正方形的面积是多少 大家觉得哪一个图看起来算得更快一些 看哪个图算得更快 肯定是第二个 对吧 第一个图我看可能还有点懵 不知道怎么算 但第二个图我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就是四 对不对 那这就是典型的问题的呈现方式 它呈现的方式不同 表达方式不同 就会影响着咱们问题解决的速度和效率 这是第一个影响因素 好 那第二个影响因素 它指的是心理定视和功能固着 这个点着重标记考的很多 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两个词的意思 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叫做心理定视 这个心理定视啊 它有很多的别称 也可以叫做思维定视 也可以呢 单说它就是定视 都行啊 对可以叫思维定视 也可以叫做定视 都是可以的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说呀 我们重复先前的操作 关键词就是重复先前的操作 或者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用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哎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学的路上 我就习惯走A这条路 那我就天天都是这条路 那每天都走 这是一种典型的重复先前操作 每天都有这个 那如果说当有一天呢 这个路哎 被挡上了 然后我就想不到其他的路了 这也是这种定视的体现 所以说咱们的心理定视就是重复先前操作 我之前怎么做 我现在还怎么做 就是心理定视 好 那么咱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接下来说这个词啊 说一个一组成的最大数字是多少 哎 叫做一 这个答没有问题 对吧 那如果两个一组成最大数字应该是多少呢 两个一是多少 大家想 哎 是数字十一非常好 大答很快 那如果三个一呢 是多少 三个一 哎 就是一百一十一非常准确 好 那如果是四个一呢 是多少 四个一最大数字是多少 有人答一千一百一十一 好的 其实这个对应该是十一的十一次方 是的 所以咱们会发现 啊 这个时候呢 这 大家如果说达出一千一百一十一 这就是一种思维定视了 仍然用之前的习惯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一种思维定视的体现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理解 那其实我们通过这个例子 也能够总结出一个特点 就是当问题的情境不变的时候 那么这个心理定视 对于问题解决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叫做积极影响 它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得出答案 快速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所以当问题情境不变时 产生记忆影响 对 但是如果这个情境一旦发生变化的话 会怎么样呢 哎 就是怎么样 对产生消极影响了 就是它会 就是限制我们的思维 或者说呢 限制我们的一个思路 阻碍我们找到新的解决问题方案 对产生误导 会产生消极影响 所以这里边咱们总结出了 咱们的心理定视 从概念上来说 就是重复先前的操作 那么在影响方面上 有两种影响 当情境不变 产生积极影响 但是当情境发生变化 它产生的就是消极影响 大家把这个影响一定要理解好 好 这是心理定视的意思 那么理解了定视 再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呢 叫做功能固着 那什么叫做功能固着呢 简单来说就是 我只能够想到事物的固有功能 想不到其他的功能 就属于功能固着 比如说 我只能够想到砖头 是用来盖房子的 但是呢 我却想不到 它也可以用来打人 也可以用来在危险的时候 保护自己 然后呢 也可以用来当板凳去做 等等这些 对 这是一种功能固着 只能想到固有的 常规的功能 想不到其他功能 就是功能固着 但大家想想 功能固着 它对于问题解决 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影响呢 咱们感觉一下 积极而消极 对 它是消极的 哎 它会 它主要是影响着 我们找到 这个解决的方案嘛 它只有消极影响 它没有积极 只有消极 对 现在咱们思考了 然后它跟心理定视 是什么关系呢 这这个关系不考啊 大家不需要 就是简单听一听 不用去背 其实功能固着 是心理定视的一种表现 哎 就是心理定视 包含的范围很广泛 功能固着 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这个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即可 好 那么这个地方 重点理解 什么是定视 什么是功能固着 这个是重点 好 那理解好之后呢 我们就清个屏 接下来来看 第三个影响因素 这个呢 叫做酝酿效应 什么是酝酿效应呢 指的就是说啊 问题给它搁置一段时间 强调 是搁置一段时间 搁置一段时间 代表巧啊 因素性就说 把东西给它搁置一段时间 就比如说我们会发现 开些电视当中 很多科学家 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啊 经常会陷入到一个什么呢 死胡同 哎 就怎么想啊 都想不到解决方案了 但他们当我们回家 睡了一觉之后 或者说出去吃个饭之后 马上就能够想到啊 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是一种酝酿效应 哎 就是说当你怎么都 想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给它 就放在一阵 哎 然后之后过一阵 你可能就得出答案 突然间就想到了 突然间动物了 哎 这种酝酿效应 是的 啊 就比如说咱们 上学的时候 老师经常告诉大家 是什么呢 就说 哎 遇到难题的时候 你不要在这死抠 你给它控着 对吧 把别的题做完之后呢 再回过来的头来 你可能就得出答案了 这是一种酝酿效 也是一种 这个含义的体现啊 这是第三个 好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已有的知识经验 简单来说就是迁移 咱们后面会讲到迁移 什么是迁移呢 就是说 一种学习 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 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 也可以说是一种知识 对另一种知识的影响 对另一种知识的影响 也可以叫做迁移 所以咱们就发现 如果说一个人 他头脑中的知识越多的话 他说就越容易迁移 越容易解决问题啊 如果他头脑中没有这些知识 没有这些方法 他就不容易去解决了 所以咱们将会有一些什么 专家型的人和新手型的人 谁解决问题速度快 可是专家型快一些 为什么 因为专家型 他的头脑中知识经验丰富 他迁移起来就快 更容易解决 但是新手型的人呢 他们头脑中没有那么多的知识 所以他们就不容易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因此解决问题速度就慢一些 对 所以知识经验就是一种迁移 简单来说就是迁移的一种影响 好 这是咱们第四个影响因素 第五个呢是圆形启发 这个类似于是仿生 类似于就是仿生 比如说啊 咱们经常会发现 鲁斑根据树叶发明了锯子 然后呢 对 再比如说 我根据小鸟发明了这个飞机 根据蒲公英呢 发明了降落伞 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圆形启发 对 根据蝙蝠发明雷达都可以 就是根据这个东西啊 我获得了一定的启示 启发 创造出了其他东西 就是圆形启发 那么 比如说蝙蝠 蒲公英 小鸟 就被称为是圆形啊 好的 这是咱们的第五个 因素 第六个呢叫做情绪和动机 情绪和动机就是啥呢 比如说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的情绪状态 如果说你解决问题时 非常的紧张 然后呢 很焦虑 哎 就是动机特别强 就想啊 我如果我一定要考上他 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话就不好 对吧 你如果特别紧张 特别焦虑 动机太强 你就是解决问题的时候 容易怎么样 思维受限 容易呢就是 适得其反 对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怎么样 保持一个平常心 放松期待去解决 效率就更好 所以这时候咱们影响问题解决因素 一共有这几大方面 大家标记清楚 那么这几个方面 我们怎么去给他记住呢 有一个口诀 叫做原定动情 验个韵啊 好 那这个口诀就是 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他可能就会好记一些 咱们对应一下 这个原呢 所指的是原型启发 对应的是第五条 定的指的是心理定势 对应的是第二条 然后行呢 指的是情 动情是情绪和动机 第六条 然后验的指的是知识经验 对应的是第四条 个呢 指的是这个原型启发 就是 个的原型启发 就是我们根据一个东西 发明了另一个东西 叫个 韵呢 指的是咱们的酝酿效应 对应的是第三条 叫原定动情 验个韵 大家给它匹配 清楚即可 好的 那总体上啊 咱们就给大家 哎 哎 这个个说错了 个应该是问题的情境 啊 个是问题的情境 说错了 个是问题的情境 好 那总体上 就是一个问题的情境 影响着大家的一个发展 啊 好的 那么总体上 大家通过口诀 对应清楚啊 影响危险因素 一共包括哪些方面 就可以了 再来说一下 单选题 通过呈现例子 让你去判断 它到底是哪一个 啊 影响的因素 嗯 然后呢 这个变息题的话 就主要区分 心理定势和功能固着 接下来 咱们举个例子 大家判断一下 这题有这么说 我说心理定势 指的就是功能固着 这个说法 对还是错 心理定势 指的就是功能固着 哎 一定是错的 是错的啊 它不是功能固着 它俩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好 这个题有再说 我说心理定势 对于问题解决 只有消极影响 这个说法行不行呢 心理定势 对问题解决 只有消极影响 应该也是错的 哎 也是错的 好的 那么简答题 就是咱们直接检释出来 它到底包括哪些影响因素 给它说明白就行 好 这就是我们所涉及到的 这个部分 试到这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后边 那我们怎么去提高问题解决的能力呢 来看一下提高解决能力教学 这个部分呢 我们建议大家主要是做单选题去把握 建议同学们是单项选择题 以往我们是做简答题去备考的 但是呢 我们今年就想给大家减轻一些记忆的负担 就是这个做单选题备考 但如果大家担心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低频的简答题去把握 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个口诀叫思恋良风 对于一下 思呢 这是咱们讲义中的第四条 就是培养同学们思考问题的习惯 你只有不断的去思考问题 你才能够遇到问题 能够有想法 能够有这个意见去解决 这是强调思 练呢 所指的是咱们讲义中的第三条 就是提供多种练习的机会 你多练 你才能够更熟练的去解决 量呢 只是第一条 就是提高同学们知识储备的数量 你知识越多 越容易进行解决 方呢 就是咱们讲第三 第二条 就是顺略你解决问题的方案方法 教给你一些技巧 你会更容易进行解决 好 这是咱们的口诀思念良方 可以做单选题去把握 好的 这是提高问题 能力教学方面的一些建议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第五个 就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培养 咱们说一下 创造性思维这个地方 考题概率比较高 我们首先需要掌握 创造性思维的特征 这个特征部分 建议大家做单选题去把握 当然提一般来说 就是给大家一个例子 问你 它体现的是哪一个具体的特征 同学们给它标记清楚 然后这个点呢 在二三年上半年 刚刚考过简达 所以二次下载考概率不高 所以咱们只要做单选题 去备考即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创造性思维呢 其实它的核心叫做什么呢 叫做发散思维 这个大家可以标记一下 创造性思维它的核心是发散思维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 把创造性思维的特征呢 表述成就是发散思维特征 是一个意思 那么它一共有三大特点 第一个叫做思维的流畅性 什么叫做流畅性呢 大家画关键词就是 单位时间内想到事物的数量特别多 就是数目多数量多 就是想到思维的流畅性 咱们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我们画个图 这是你的大脑 然后呢你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发散的特别远 想的特别多 这是一种典型的流畅性比较好 那这个例子比如问大家 一会儿下课之后想吃什么呢 他说老师我想吃白米饭 我想吃蛋炒饭 我还想吃一个石锅拌饭 然后呢我还想吃一个盖饭等等 我想到的种类想到答很多 但都是跟饭有关 这是典型的流畅性 好那第二种形式叫做变通性 什么是变通性呢 强调也叫做灵活性 这种意思就是说 我们想到答案的类型特别多 咱们再画一个图 就是我想到啊多种类型的答案 我能想多种类型的答案 比如说问大家 晚上想吃什么 吃什么 比如说我想吃米饭 想吃麻辣烫 想吃火锅 想喝牛奶 好 想吃面包 然后想喝咖啡 好 很多人想吃海鲜 行 很多人想吃烧烤 吃烤肉 等等这些 对 这种变通性 但是想到什么呢 你看我给的这些答案 都是不同类型的 有的是米饭 有的是麻辣烫 有的是火锅 有的是烧烤 是不同类型的答案 这叫做变通性 所以注意 流畅性是想什么呢 我只是数量多 但一般都是一种的 而变通性想什么呢 我种类特别多 爱想到种类多 类型多 好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形式 变通性 那什么叫做独创性呢 当然就是我的答案 是独一无二 与众不同的 大家都想不到的 是独创性 比如说 他说 未来吃什么 他说吃什么吃 吃西北风吧 那么这就是一种独一无二 与众不同 跟大家都不一样的 属于独创 好的 所以同学们可以通过我画的这个图来理解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流畅就是什么 我在一个方向上翻得特别远 但都是一种类型的 所以它是这个叫做数量多 值强调数量多 这叫做流畅 流畅性 而咱们的这个强调种类多的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变通性 变通性 而强调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就是一个一个图特的 这叫做独创性 独创性 好 接下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请听题 比如这个题 我想到面粉是用来干什么呢 我能想到面粉是用来这个做馒头的 还可以用来做面条 还可以用来做饼 那么这个属于什么比较好 属于流畅比较好 都说包子也行 属于流畅就比较好 那这个图说 我觉得面粉 它可以用来做面条 还可以用来捏面仁 还可以用来当浇水 还可以用来进行爆炸 做炸弹 这属于啥 变通性 相当多种类型的 就是变通 好 那么这是我们所涉及到的创造性思维 它的几个特征 大家给它匹配清楚 做好区分即可 接下来呢 我们了解创造性思维的特征 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怎么去培养一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呢 它有以下几项措施 那这个培养部分 建议大家是做单选和材料题去备考 单选题的话 着重掌握的是第三个方案 就是第三项措施中的一种 材料题的话 通常来说呢 就是让你去答一个 就是作为疑问问你 我们该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培养 大家能够写出这几个条目即可 所以这条就是建议大家去背一背 培养方面 好那来看一下 培养上有以下几个措施 第一个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 有利于创造性产生的环境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老师可以营造一个宽松的民主的一种氛围 然后让大家就觉得呀 哎就是说这个环境当中我很开心 然后呢我想要去表达 我愿意跟老师进行交流 我愿意去分享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就是想要去说 想要去产生一些想法 对这是一种 第一个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那第二个呢 注重创造性个性的塑造 这个我们怎么去塑造呢 这个一般来说 它有很多这种方式 比如说老师要保护悬导的好奇心 然后解除他们对答错问题的恐惧 然后培养他们的创新的一些 鼓励他们的创新精神 或者注重一些这个提供创造性的榜样 说菲洛记思维等等这些 这个很好理解 大家一看就能看懂啊 那咱们稍微解释一个 什么叫做菲洛记思维呢 讲一中有 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菲洛记思维 就是那种 就是灵光一现的 就是不是那种 我突然间 就是对天马行空的灵光一现的 不是我经过推理得出来的 是那种灵光一现 天马行空的这种 诸重这些思维 好这是咱们第二个 一块的内容具体要背吗 这个地方不用特别详细的去背 如果说我们考试时可以去编的 若就编不出来 你可以去背一背 但如果说我自己随便能编一编解释一下 就不用去背的那么细致了 主要把大的条文记清楚 好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这个是重点 这个需要记住啊 四项措施 它将是开设培养创造性的课程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发散思维训练 什么是发散思维训练呢 就是让你能够达到议题多解 就是我尽量想到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 议题多解 这是第一种发散思维 第二种叫推测和假设训练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以前上语文课的时候 给大家留一个什么 开放性的结尾 比如语文课 这篇课文没有结局 让大家每个人自己去写一个结局 写一个结尾 这是一种推测和假设训练 那么第三个呢 是自我设计训练 这是啥呢 这就是比如说我们上一些美术课 上一些活动课的时候 让大家自己去设计 比如给大家每个人发几张纸壳子 然后就是几张这个纸壳子 让你去设计一个服装 或者给大家每个人发几张报纸 让你去设计一个小玩具 这是典型的自我设计员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没有要求 第四种呢 叫头脑风暴 这个大家重点画一下 什么叫头脑风暴呢 它所指就是啥呢 代表人物叫做奥斯本 代表人物是奥斯本 它是一种集体讨论 简单来说就是集体讨论 就大家在一块去讨论一些问题 这它也叫什么呢 脑机立法 就鼓励大家去发言 去表达 也叫做脑机立法 这大家可以就听我说 因为它这个地方有点小 叫脑机立法 就是自己讨论畅所欲言的 比如说我随便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 就想 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以后当校长了 你会怎么治理学校 抛出这个问题 大家去每个人去说一下 你的一些意见 有的人说 那我要给每个学校老师都涨工资 有的人说呢 那我想给大家放假 有的人说那我想多做活动 多做游戏 那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就是这个呢 就不做评判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随便去说 就注重的是你答案的数量 不注重你的质量 那这个是为了达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大家都去说 每人都有不同观点 总有一个或两个是好的 是能够进行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就是通过这种头脑风暴 挑选一些最合适的方案 得出结论 提出一些意见等等 好的 这就是我们所涉及到的 创造性的一个培养 大家知道是什么 几个培养 几个措施就可以了 好的 那这是我们的培养方面上说到这 接下来 我们来做题看一下 这要题说 第一个 面粉能做什么 假投说 面包 蛋糕 馒头 花卷 油条 面条 乙同样说呀 馒头 调胶水 捏面人 说明乙 笔甲 思维具有什么特点呢 乙是啥 类型多 所以是什么 变通性 也叫灵活性 非常好 好 那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 减述中学生 发展思维的基本特征 这就是达那三个特征 对吧 一个叫做流畅性 一个叫变通性 一个叫做独创性 给大家说清楚即可 好的 那整个 对于咱们的 问题解决创造性 讲到这 这里边 重点把握的就是 影响因素 和创造性的思维与培养 这两个最重要 扣的时候 一定要详细的去看和回顾 好的 接下来 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小点 叫做想象 它很少啊 那想象整体上来说 考题概率也是比较低的 在备考时 建议大家是单选题 主要去把握 一个是掌握分类 一个是掌握培养想象力的方法 重点都是分类 咱只要把分类能理解即可 好 那么来看一下 想象它的一个分类 说到想象的分类呀 主要是做单选题去备考 通常来说呢 就是给你一个例子 你能够知道 它是哪一个类型 指的是哪一种想象即可啊 所以说考题概率不高 掌握关键词 来看一下 想象 大体上可以分成了两种形式 叫做无意想象和有意想象 它是根据什么来分的呢 就看你有没有目的 就是根据有没有目的上来进行划分 分成了无意想象和有意想象 来看 有无意想象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目的 不自觉的就出现的 就是一种突然间产生的 这种无意想象 好 那无意想象呢 常见的就是云山梦 比如说我晚上做梦 那么这种梦呢 它也是一种无意想象啊 因为你不知道 你没有刻意的去想它 对吧 你晚上梦啥你都不知道 所以说这种梦是无意想象 那这种白日梦不是说 不是说 我就是咱们通常理解的 说我以后想成为一个世界首富 就是做白日梦 不是这种的 它是一般就是比如说白天睡觉啊 这种形式 它不是那种我们日常理解白日梦啊 咱们就记住 白日就只要是梦 它都是无意想象即可 好的 还有一个新的标识 云和山 这个是什么呢 云和山是啥 云和山就比如说 我看到天上一朵云 我会觉得它特别像一只马 特别像一头牛 特别像一个鹿 看到一朵山 那会觉得它特别像一个猴 特别像一个人 等等这些 这种都是无意想象 那我同时说 老师为啥真是无意想象 大家想 当我看到这个云之后 我是不是不自觉的 就觉得它特别像一只马 我没有说我刻意的把它想成一只马吧 不会是刻意的想 而是我看到就会想到 就是联想到这个马而已 所以不是刻意的 因此这是无目的不自觉的 是无意想象 好 那下面这个呢 叫做有意想象 有意想象是啥呢 是有目的自觉的 需要不断的目的去参与的 它包括了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种呢 叫做再造想象 大家换上关键词 什么是再造想 再造想就是说 它指的是那种 通过一些言语或图样的描述 而形成的这个想象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一个读者 咱们在读《红楼梦》这篇这个名著的时候 我想象出了王熙凤的形象 这个就属于典型的再造想象 对 我是根据文章中言语的描述而得出来的 属于再造想象 那图样适应什么呢 比如说一个这个工程师 他根据设计的图纸来盖了一个大楼 那么这就属于什么 再造想象 他是根据图纸盖出来的 是根据图样生意形成的 它属于再造想象 所以说这是再造想象都是啥呢 都是二手的 写到旁边 再造想象都是二手的 你看读者看别人写的著作 想象出了一个画面 工程师看写的这个画的图纸盖了一个楼 它都是二手的 最佳标桥 再造想象都是二手的 而什么是创造想象呢 看一下 创想象它是独立首创的 它是什么呢 画好关键词 它是一手的 比如说 作者 曹雪芹写红楼梦 那它是创造想象的发挥 再比如说 这个工程师 他设计了一个图纸 那么这也是什么 也是创造想象 是他自己去做的 他手创的 这是创造想象 所以咱们一般来说 怎么理解呢 再造想象就是 再造想象是二手的 是读者 而创造想象呢 是一手的 是作者 咱们可以用这两个关键词 去给它区分开 好 那么创造想象 还有一个特殊的形式 叫做幻想 那幻想一般是指向未来的 它可以包括理想和空想 这两大方面 这个考的不多 简单知道 什么是理想呢 理想就是可实现的 比如说我长大以后 想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那这就是有可能实现的 就是你的理想 那空想就是啥呢 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比如说我长大以后 我想穿越到秦朝 这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空想不可实现 好 所以这大家能够匹配清楚 我们再梳理一下 想象主要做单选题 通过例子来考 重点掌握每个想象的关键词 那么根据有无目的 可以变成无意想象和有意想象 无意想象就是典型的 云山梦这些东西 然后呢 有意想象的包括 再造创造和幻想 然后呢 这个里边 再造想象就是二手的是读者 是二手的是读者 这是再造想象 创造想象是 这个一手的 手创的 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比如说曹雪芹写喉咙梦 那么他运用的就是创造想象 曹雪芹写喉咙梦 就是创造想象 他是用作者来理解 而幻想是什么呢 就是指向未来的 包括理想和空想这几个方面 好的 那接下来 我来举几个例子 大家来判断 比如说 一个服装设计师 他设计了一个服装 这个属于什么想象 服装设计师是一个服装 属于创造想象 好的 那再比如说 我在读哭疼老树婚鸭 小桥流水人家 这时候呢 头脑中呈现了一个画面 这属于啥 属于再造想象 非常好 好的 考试时就是给例子 大家匹配清楚 接下来 我们做题 大家看一下 第一道题说 当刘敏读到天苍苍 野茫茫 风水草地 陷牛羊的时候 头脑中出现了草原美景 这是啥 这个题应该选择的就是第二个 再造想象 非常好 读嘛 二手的 好的 第二道题说 韦华看见天然的浮云 脑中出现了骏马恐龙等动物形象 属于什么呢 属于无意想 咱们说了 云山梦这些东西 它就是无意想象 不是说我刻意的事项 是不知 就是无意当中 就是直接出现的 属于无意想象 非常好 好的 那我们了解了想象的分类 最后一个 一个就是想象力的培养方法 这个点呢 简单了解即可 我们简单去看 第一步 怎么培养想力 多观察 你之后多观察周围的事物 头脑中呢 你的经验才会多 你才能够更好的进行想象 第二个是怎么 积极思考 看东西多去想 多去主动的去想 主动的去理解 你才能够更好的去产生想象力 第三个是努力学习 不断学习 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也能够发展你的想象力 第四个呢 是学科教学 训练想力 我们单独教你 想象的方法 专门训练你 最后一个呢 就是积极的幻想 鼓励大家 平时多幻想 多想 这样的话呢 假如天马行空的 啥都行 就多去想 这样的话 也有了一番的想象力 好 这才有几个方法 同学们简单对应 隐观察是第一条 勤思考是第二条 学知是第三个 炼想像是第四个 积极幻想是第五个 简单对应好就行 简单了解 好那以上这些 咱们把想象全部讲完了 首先记住想象的分类 包括无意和有意 那这个呢 是重点 通过例子去区分 对于想象力培养的方法 简单了解 知道有哪几项措施 就可以了 简单了解 好那以上这些 就是我们本节课学到的内容 明天早上咱们是9点 开始上课啊 但如果说能来的话 就尽量来 如果有时间的话 没时间的就是 听回放也是可以的 然后明天会讲到 行为主义当中 观察学习理论 在讲义中的149页 画到这 然后本节的重点 那是记忆和影响问题解决因素 这两个是重点 着重标记 本节课的简答题 一共有四个方面 一个是遗忘的原因 影响遗忘进入因素 和提高激励的方法 然后另外一个是 问题解决因素 这四个是重要的简答题 明晚也上 明天是早家晚 两节课啊 早上上晚上也上 早晚都上 不是说早上晚上就不上 都上啊 最大可能就是 因为明天同学 可能说过去明天过六一 而且是周六 来的人可能不多啊 对提前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好的 好那同学们对今天课程 哎 解决一个问题 之前同学问的那个过度学习 我们再解释一下 什么叫过度学习呢 你就不要急 过度学习就是说 哎 学完就是 你刚刚能够复述下来之后的学习 就叫做过度学习 比如说我背这篇课文 背了六遍 刚好能够把这个课文背送下来 那我再背的这个过程 再背的就被叫做过度学习 那咱们过度学习啊 也是有限度的 不是说你背的越多越好 那么它的成这个限度是50% 也就是说你原来的乘以50% 这是它的一个过度学习的最好效果 比如说你原来背六遍 刚刚能够背送下来 再背几遍呢 再背三遍就能够记忆的非常牢固了 所以一共背几遍呢 一共背九遍 就能够达到熟练的程度 对 所以那道题咱们这么说 比如说这边这个单词 我背四遍的时候 刚刚能够复述 那我过度学习是几遍呢 大小 过度学习是几遍 过度学习是两遍 再背两遍就是过度学习 那我熟练程度是多少呢 熟练程度是多少 熟练程度是六遍 对 熟练是150% 就是你一共背几遍 就是熟练程度 过度学习是再背几遍 所以咱们做题是一定要算好 过度学习50% 熟练程度150% 然后山为什么是属于 咱们的那个无意想象 因为云顿山是一个意思啊 我看到这个山 我就会不知不觉 觉得它长得特别像一个人 看着山就觉得它好像像一只马 那么这是你看到它之后啊 你给你的第一印象 第一感觉 你不是说我刻意的去把这个山想象成一只马 我刻意的把它想成一个人 对 它是一种无意识当中所出现的一个状态 就它是无意想象 白日梦那个我们刚才解释了一下 这个白日梦跟我们日常理解 那个白日梦 就是白日梦不是不是一个意思 它我们在现实学中的白日梦 就是比如说 你白天做的一些梦啊 所以说它都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而出现的 都是无意识的状态而出现的 都是无意想象 第二章有个题 老师上的同学们上了跟我小组讨论学习 这些革命中的过程 理解革命意义天哪一个 下文篇中哪一个 我看一下这个题目啊 大家稍等我一下 我找一下这个题 等我一下啊 诶 这是咱们的那个现有的这个讲义里的题吗 我看一下讲义中是没有的 啊 APP题库的啊 我还以为是讲义中的题 好的 那那这个具体的这个题目能给就是完整的打印 就是打出来吗 我看一下这个题 原定动情应该应该第一条 它不是那个问题的情境吗 就这个问题的呈现方式的意思啊 问题呈现方式 就比如像我们刚才那个图图片的那个意思一样 就是给你一个呃这个 第一个图是一个内切圆 正方形内切圆让你算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是多少 然后第二图呢也是给你一个正方形的内切圆 让你算这个正方形面积是多少 那它两种这个方法两个方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第二个图它体现算的速度特别快 这是问题呈现方式 我给你打到那一页 你看一下那个图 在32页 好的 在这里啊 你就看这个图 第一个图肯定算的慢 但第二图肯定是快 一眼就知道了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 很快的 嗯 然后啊刚才好的 李志同发这个题 好的 这个题应该体现什么呢 我感觉应该是过程与方法目标 为什么咱们说三维目标 它一共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叫什么呢 第一个它所指的就是知识与技能目标 那知识与技能目标 它主要是强调说掌握一些知识 比如说记住几个单词 学会几个生字这种 而过程与方法目标是怎么样 是通过什么什么呃 培养你什么什么能力的 所以体验中一般观点词强调 叫小组讨论 这个小组讨论对 就是强调是过程 对 强调学人去讨论 培养你学会学习的一种能力 对 重点是讨论 哎 过程与方法 然后第三是情感态度价值观 它一般说讲成 比如说通过这个十月革命 让同学们理解了一些 什么情感上的呀 一些角度 怕得讲体验态度价值观 应该是过程与方法目标 好的 好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 明天早上课价 明天早上课价 我已经在后台上传上去了 我已经传给我们的那个老师了 应该是可以 同学们在后台应该是可以下载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 应该是可以的 同学们下课之后 你就到听课那个界面去下载讲义就行 点击下载讲义就可以 嗯 好的 再到想要怎么体现目的性 那这个比如说 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去想 比如说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哎 我通过这个 枯藤老树婚鸭 小桥流水人家 然后呢 根据这些文章 在头脑中 有意识的想象出了一个画面 所以它这种想 它不是说 我无意的进行的 而是通过这些文章 比如说 有一棵枯树 啊 有一个 呃 这个流水 然后呢 我通过这几个形象 在头脑中呈现出一个画面 它是有目的去进行 有意识的参与的 对 而且说 它也能够帮助同学们去理解 这个概念 嗯 好的 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问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下课咯 好 好那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同学们拜拜 明天早上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